有時候偶爾我們都會想要浪漫一下 對不對 然後大家都會幾乎選擇一個 比較義式的料理 譬如說義大利還是法國的地方 可是我先跟你們說 我接下來要為你們介紹一個 非常不錯的地方 除了他們的餐點以外 很好吃 他們的設計很中和非常特別 可是非常適合 也會浪漫 跟我來吧 開立在台北街頭的法式料理餐廳 創辦者卻是三位來自港澳的廚師 到底台灣有什麼吸引他們的地方 讓他們遠渡重洋來台灣實現夢想呢 我們就是把歐洲的一些菜 帶來台灣 可是我會結合一些台灣的粉底食材 因為台灣說實在 他們的資源非常的豐富 那個海產 蔬菜也是非常的多 他們也引進了很多國外的蔬菜 進來台灣種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市場 來 預備 這才叫享受 這道是油肝魚拔片沙拉 那之後我們從基隆去新鮮採買回來 然後把它弄成一個很薄很薄的生魚片 生魚片 對 其實在歐洲很多時候他們都是用海鱸魚 可是我覺得這邊台灣的海鱸魚 不太適合這道料理 所以我們用別的魚 就是油肝魚這種魚類 因為我覺得它油質非常豐富 而且很適合在夏天的這間菜單裡面 然後口感咬起來就是應該油質很豐富 然後還有蒜豆的味道 把整個魚的味道整個帶出來這樣 真的 因為這是鮮魚片對不對 鮮魚片不錯 因為鮮魚片我們會以為 只有那個鮮魚片的口味 其實並沒有 因為你把這些不同的材料混在一起 真的有一個很特別的口感 真的還蠻好吃的 下一個是我們的朝鮮雞龍湯 OK 朝鮮雞說實在在台灣 可能很少人會有接觸到這種食物 可是它在歐洲來講 算是一個比較普遍的 它是一開始從地中海慢慢出來 然後它被發揚光大是在義大利 所以我們覺得之前在米奇士餐廳 也經常會用這種食材 處理這種食材是非常不容易 它一朵花裡面 它只有正中性的部分能吃 所以處理它是非常麻煩 弄出來也沒有多少 可能一朵花大概只有20%能使用 哇 這我剛剛吃了一口是吃錯的對不對 沒有 也可以 也是可以單獨吃 只是它每個元素只是不同做法 然後上面那個是我們用炸的 它弄得好像脆片一樣 然後湯也是用朝鮮雞去做的 OK 所以它整個是很朝鮮雞的一道料理 對 所以這個是用什麼方式做 這個 這是用油炸的 有沒有 這個是用炸的 就是燒成一片一片很薄然後拿去炸 好像 好像是QQ的薯條一樣 對 就是那個Crispy的感覺 這個就是Crispy的 對 很Crispy 對 然後這個湯的話它是很Creamy的 對 很Creamy 完全不會鹹 不會鹹 因為我最怕吃那個很鮮的Creamy 是 然後這是我們 因為喬仙雞它的味道比較特別 所以說實在很多台灣人都 對喬仙雞這種植物不太了解 對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植物之王 然後這道是龍燒搭配那個海鮮風味的 沙丁尼亞米形麵 沙丁尼亞米形麵它算是 義大利一個沙丁島的傳統食物 它是用倒蘭小麥粉去做的 它把它做成很像米粒的大小的義大利麵 所以看起來很像米 可是咬起來的口感就很Q彈 有義大利麵的口感 所以每次有客人吃到覺得 這個很特別 有沒有很海鮮味 真的是麵耶 真的是麵 它口感非常的特別 然後我們醬汁的部分 是用螃蟹跟龍蝦去熬煮的 味道非常的濃 就是說實在不用吃 你就光用聞了 就聞到非常重的海鮮味 然後再結合這個上面 我們那個龍蝦也是用地溫去煮過的 所以整個口感上 我是覺得這道菜脂質是非常的高 看起來是飯的麵配 黃蟹跟龍蝦 合起來吃一下 嗯 很棒 我們在家裡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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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